監視器清楚拍到一名男子走進警察局 手上拿的東西竟然是一枚衛爆彈 警方見狀嚇一跳 怎麼會有人拿炮彈來 緊急聯絡國軍衛爆彈小組到警局支援 監視器拍到兩名國軍弟兄 全副武裝走下車 在警局門口的花圃先圍出安全區域 接著拿出防暴毯 小心翼翼把衛爆彈包好 隨後帶上車回部隊處理 大白天竟然有工人 徒手拿衛爆彈走到警察局 警方追問炮彈從哪裡來的 男子說大家在附近工地上班 怪手挖到的 施工地點就在彰化河美的鎮溝 當時正在施作環境改善工程 怪手一挖發現不對勁叫負責人來 一看是衛爆彈 大家全都嚇壞了 鎮溝鎮溝 鎮溝鎮溝 鎮溝工程當下就停工 負責人膽子大徒手拿衛爆彈 走到距離20公尺的中療派出所 值班員警全嚇傻 幸好砲彈沒炸開 沒有人受傷 警方跟軍方都強調 如果發現衛爆彈 千萬不能徒手抓 聯絡軍警處理就好 TVBS新聞 陳志忠 彰化 三廣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